陳吉邁市長以及現在的楊代理市長 共同要來推動一個計畫 這個計畫是過去近十年來 我們台南市有一群非常可愛的勞工 他們分屬於包括木工、裝潢、水電、電器、油漆等等的職業工會 他們自動自發的幫執災的勞工、弱勢家庭、獨居老人、甚至邊緣戶修繕房屋 即便在台南是一個直下市 仍然有許多家庭他們的房子年久失修 下雨的時候會漏水 造成他們生活上很大的影響 我們台南市這一群有愛心的志工 有計畫的幫忙他們 我在當市長任內 以及現在黃偉的市長都跟他們合作 推動這樣的計畫 目前已經有115戶 因為成效不錯 所以日前我跟黃偉的市長有到屏東 去跟潘潘安進行這個計畫的合作 第一間房子就在獅頭鄉 也已經動工 也即將完工 今天是來到高雄市政府 跟未來的陳其邁市長 以及現在兩代的市長 還有我們高雄市各公會的職業勞工 共同討論 來進行合作計畫 未來呢我們也希望過去台南市這個政策 造福弱勢民眾的免疫 也能夠落實在高雄 但是這個因為沒有市政府的協助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市政府一定要跟本市的勞工的團體 大家共同合作 才有辦法實際上去進行 那我非常感激陳其邁市長 目前其實他正在解隔密谷的 在布局他的小內閣 但是他今天也特別過公出席 我非常感謝 那這個也可以看出來 他激起認識的一面 未來我也很希望 不僅僅是高雄台南要合作 其實南部啊 縣市都應該共同合作 推動南方的發展 過去呢五六十年 中北部兼顧其台灣經濟的發展 那未來的五十年呢 其實南部要承擔起責任 特別是在蔡英文總統 有提出大南方大發展計畫的前提之下 如何落實政策 照顧我們南部的民眾 引領台灣進步 那這個是我們南部縣市長 以及南部有自自共同的責任 今天很高興來到高雄 謝謝 但是台灣為什麼只這樣 我昨天有聽到說 那個中央 所有的疫情都以中央指揮中心為準 那這樣子講說 那個 疫苗的部分是不是 呃 疫情 台灣 台灣防疫成功的模式就是 中央跟地方合作 全民團結 這個成功的模式得來不易 我們一定要珍惜 我也敬請大家 一定要相信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接受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指導 過去的錯誤啊 我們絕對不能夠再換 只有更加團結 更加合作 我們才有能力 因應下一個階段 疫情的條件 請問這個是 公益心是屬於全國的嗎 未來會一步一步去推廣 開始是在台南 上一次是在屏東 那今天是來到高雄 未來如果行有餘力 會到嘉義雲臉 從南部開始 那如果中部北部 縣市如果也歡迎也要推動 那我們也希望把愛心能夠推廣到全台灣 想問一下副總統 陳時中部長 在防疫的過程中 好像背負滿多壓力跟聲浪 那副總統這邊怎麼看 陳時中部長 人稱鐵人部長 不僅僅壓力大 那體力耗資也大 但是我們看到 他非常積極認識 並不推諱責任 我把所有的防疫的責任 一肩扛緊 我們應該給他掌聲 給予鼓勵 更應該給他支持 讓他在代表台灣防疫工作的時候 能夠更加的鼓勵 讓他把防疫工作能夠做得更好 好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 好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 我們就順便 但是這樣 第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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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我們這幾篇都 緊繁密服在做張訓的工作 那到目前為止 包括 雲宣龍部市長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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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中附近 附近附近 附近的四託是這樣 或者是說 我所提到的四大優先 從講獲專心 到這個家努力 動大建設 也就是描創作 大概都是在這四大優先 林副市長他過去無法是在高雄是在推動這些東大建設 尤其像適用探館或者是打開港區的門櫃牆 林副市的同校是一種革新運動的開企運動 他是一個相當的執行運動 在整個協調的工作其實是一個非常強的協調的事情 其實大家沒有注意到的就是說 他其實在台北市他就負責智慧城市計畫的最主要的負責 所以我想除了說跟國際接軌到這個城市 除了說總大建設能夠啟動之外 這個也可以讓這個城市裡面 比如林副市長他的專業 我在當行政院部院長的時候 其實跟他有過好幾次 就智慧城市的發展有過好多個方法 他說廠商常常帶來還是去強調國際接軌獎勢 那我的代表行政院也許 所以我大概我們兩個對這個部分的發展其實非常受傷 所以有強的執行力 然後對於城市未來的發展都會轉向 他也有深入的經驗跟看法 所以我想對於重大建設的追蹤 跟整個大創成都會有效率的效果 所以副市長是非常高興的 那使得副市長他是從文化局長到副市長 那其實他最重要的他實在於說 怎麼樣讓文化很多產業化 或者說在文化創業產業 他是非常有經驗 那從不管是國樂、聯航或者是在戰客等 這些大型的協助我們在地的藝術家 或者是文化相關的這些創作或者是產業的人 他都有非常精確的很多一些經驗 所以我們要盡情做法 包括畫創業的人 包括整個教育的 像是青妹妹作家 這個文化財政 或者是比較有藝術人化的能力 和產業 包括整個資源平台 在地全球化業界的經驗 我希望說他以後會來會 像我去文化建議書籍 或者是另一間 他整整的這些大型的活動 來的行銷告示 那我想這個副市長的事務 去加入過去 他也有多多分 然後回去跟文化 那羅大森 這個羅副市長他 這個其實他在經濟部 我就非常熟悉 那現在國家的這些重大 這些高分級的產業 像我們蘭唐西的生分計畫 就是有他們的 所以過去在行政院 常常會有很多次的 共識跟開會的機會 那對這些相關的賦房 所以先進發育市長 就是到這個製造中心 因為我們高分是一個 工業委員的一個從事 那他是一個最好的委員 也是第一線 現在在現場 實際執行這些 我們傳統產業升級 對方的委員 所以就特別請他來 然後協助我們 整個高尚科學 然後六百元的一些產業 一些報告 然後再加我們就有一個機會 那另外是 那另外是 這個工作 那這個是很不簡單 不過在推動施政的過程裡面 還特別留意到說 就是在我們的這個社會上 還有很多需要幫助 跟專門的事說 怎麼樣利用這個民間的資源 能夠快速的整合到 需要幫助的人 尤其是有一些 神經障礙 或者是自災等等 這些老公的這個家庭 那 那 成如這個賴夫總總 所提到的這個 必須是把這個 對於市民朋友之間的彼此的同時 都把這一份的愛心 能夠傳承下去 這個也給我們很多 其他的縣市有 非常好的一個模式 我們也希望說 未來有機會 要這個 拜託 那個 謝局長 能夠 帶我們社會局 這個 這個 勞工群 能夠結合到 我們各職業 公會各領域的 能夠來 全力的能夠把 這個資源 做更有效的整合 那這個也呼應 我們那個 黃慧晨市長 我們大概提到說 南方治理平台 之前大概都想到 交通 產業 或者是 那其實民間資源的整合 也是很重要 所以 我再來跟 潘文安縣長 黃慧晨市長 那 這樣再把嘉義 再把他拉進來 去澎湖 我們再把他 這個南部的這些 治理平台 能夠把 這個有關的 怎麼樣 在民間資源的 這個 有效的這個整合平台 能夠把它 做得更大 更有效 那我想 這個我們要做的工作 會 很多 好 那 也期待說 未來能夠 有機會 能夠 跟 我們這個 台南市 過去的 這個 大陸總統所建議的 這個 制度 多募學習 來 多募取經 能夠 把 愛 能夠傳承下去 那 我們是 真正需要 幫助的人 是 能夠得到 其實 最有效的幫助 所以 這也是非常 活動 所以 我也要非常 謝謝 大陸總統 還有 很多 不管是台南 或者是高雄 各自各公會 做的 在公會裡面 我們的幹部 跟領袖 也要拜託大家 好 謝謝大家 謝謝